大家好,我是小怪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寡节早期的经典作品《独家新闻》 在一间肃穆的教堂里 著名记者乔的葬礼正在这里举行 人们纷纷对他的去世表示惋惜 而与此同时,乔的灵魂正随着死神前往阴间 他在路上还结识了另一名死者 两人因为无聊就交谈了起来 过程中,那名死者告诉乔 他认为自己是被人害死的 而害死自己的凶手就是他的老板皮特 不仅如此,他还怀疑皮特就是最近让警方头疼的塔罗牌杀手 乔对此事不禁感到吃惊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皮特不仅年少多金 更重要的,他还是新爵的儿子 这则新闻一经刊发,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 另一边,桑德拉是个新闻系的学生 这天晚上,他和家人去看魔术表演 魔术师此时需要一名志愿者上台帮忙 他选中了桑德拉,并让他走进了道具柜子 桑德拉听话照做,可他没想到柜子里竟然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死去的记者乔 他为了将皮特做的坏事公布于众 便偷偷从死神眼前溜走,回到了人间 尽管桑德拉对鬼魂仪式感到难以置信 但为了得到一条新闻素材,他还是壮着胆子才放起了桑 通过桑的讲述,桑德拉基本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可要让皮特伏法,只凭桑的一念之词根本不可能 于是桑德拉就想接近皮特,从他的身上找出证据 经过多方打探,桑德拉得知皮特每天都会去俱乐部游泳 于是他就拉着魔术师一起前往 两人假装妇女走进了俱乐部,并看见了正在游泳的皮特 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桑德拉假装溺水 皮特果然上钩,他将桑德拉救上了岸 面对美丽动人的桑德拉,皮特心生好感 他邀请两人周末去家里参加派对 到了周末这天,皮特带着桑德拉在庄园里游逛 魔术师则到皮特的房间寻找起线索 他在皮特的旅行包里发现了一个信封 上面写着背地的名字 可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发现了 后来,又一名女性死亡 她的身边出现了一张塔罗牌 这和塔罗牌杀手的作案方式一样 而在她死亡的时间里 桑德拉回忆,皮特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于是为了寻找证据 桑德拉再次来到皮特家里做客 皮特又带她参观了自己的乐器房 这里平时被密码锁住 只有皮特才能打开 与此同时,魔术师也遇见了乔 桑对魔术师说出了一串数字 不要她牢牢记住 事后桑德拉和魔术师认为 这串数字就是乐器房的密码 于是又在一天 桑德拉假意和皮特过夜 并趁着皮特熟睡的时候来到了乐器房 她还在这里发现了一张塔罗牌 有了足够的证据 桑德拉便来到报社请求报道 这却遭到了主编的拒绝 因为据警方所说 在今天早上,塔罗牌杀手已经落网 得知真相的桑德拉感到羞愧 她找到皮特,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行为 皮特也没有生气 她反过来向桑德拉表白 两人因此成为了男女朋友 可魔术师此时却发现了不对劲 她查出塔罗牌杀手案中 有一名死者就叫贝蒂 而且还从贝蒂的邻居口中 得知了她生前经常与一名叫做皮特的男性来往 魔术师连忙给桑德拉打句电话 提醒她注意皮特 可桑德拉却对此不以为然 后来魔术师继续调查这件案子 她趁皮特带桑德拉出去游玩的时候 偷偷来到了皮特家 并在她的乐器室里发现了一枚钥匙 经过她的试验 发现这枚钥匙正是死者贝蒂的 察觉到事情不对的魔术师连忙去找桑德拉 此时的桑德拉不知自己正面临危险 她和皮特划船来到湖中央 皮特此时也露出了真实面目 她坦白了自己塔罗牌杀手的身份 并一把将桑德拉推下了湖水 另一边魔术师在路上出了车祸 这也是皮特提前设计好的 眼看皮特就要逍遥法外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桑德拉之前说自己不会游泳 只是一个为了接近她所设计的假象 故事最后 桑德拉成功向大众揭开了皮特的身份 而魔术师却没能从车祸中幸存 她被死神送去了阴间 电影也在魔术师给其他鬼魂表演魔术中结束了 瓜姐在出演本片的时候年仅22岁 与之后在漫威电影中所呈现的状态完全不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瓜姐的颜值还是一直在线的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怪怪看大片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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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